埃及 这个有着七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一直让我充满好奇和向往 高大威严的金字塔 千年不朽的木兰伊 所有的神秘元素 吸引着我开始此次的埃及探秘之女 这一位呢就是我这一次游泪埃及的导游 她的小名叫小燕子 你的埃及名叫什么 Hand 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玩得愉快 对 我也是这么希望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 说到金字塔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胡夫金字塔 但其实埃及的金字塔至少有120座 而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 是位于塞加纳的佐塞尔阶梯金字塔 虽然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字塔 但可以说是它奏响了金字塔时代的序曲 这个金字塔呢是呈六层的阶梯塔状 是埃及现有金字塔中连带最早的一座 也是首座由六个马斯塔巴叠加成的金字塔 由下往上依次递减 形成一个内锥体 这里呢是金字塔的南门 这就是南门的进口 阶梯金字塔内部是一个房间和囊道 所构成的迷宫 总长约六公里 这是我们的那个Sakara金字塔机体 金字塔的那个走廊 它的门口外面的跟一个工间一样的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了 两边的柱子 总共有42个根柱子 按照我们古ID的42个城市 每一根柱子代表一个城市 最早的42根柱子都是这样子 一直到顶的 每两根柱子中间就有一个雕像啊 对 它们原来是每一个城市 在古埃及的时候有一个神 我们现在目光所及 都是一些国王的墓地 看到前面有一些陵墓的路口 正前方的那个大大的土堆 也是一个国王的陵墓 前的3150年 随着法老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 首都就设在下埃及的孟斐斯 而后赛加拉就成为孟斐斯的始亡之城 古埃及的金字塔不只是坟墓 也有成功促使法老抵达来世 使它可以永远重生的墓地 埃及的第一王朝时已有贵族在此下葬 赛加拉作为王家的墓地的重要性 后来被吉萨以及笛比斯的帝王谷所取代 走过了一段尘土飞扬的土路 我们就来到了位于戴赫舒尔的法老斯蒂夫鲁的两个金字塔 一个是红色的金字塔 远处的是湾区金字塔 斯蒂夫鲁是谁呢 正是吉萨大金字塔中成眠的法老王胡夫的父亲 红色金字塔的断面 首次呈现的是等边三角形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呢就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金字塔 这是埃及第三大金字塔 因使用红色的石灰岩 呈现出淡淡的红色而得名 走吧 我们进去吧 我们要从这里爬到入口处 从这里边进去要匍匐前进 不到一米的这个巷道里面 我要从这里面下去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感觉我有优弊恐惧症 我不行了 我先上去了 我在再休息一下等他们 如今这个红色的金字塔 依然这么完美地矗立在沙漠当中 塔身保存得还异常完好 内部是以成材支撑的格式 听说也丝毫未受损 沙漠中的不远处 就是接踢金字塔 以及塞加拉金字塔群 胡夫金字塔 它的形象找理成为强烈的文化符号 使人产生一种对它非常熟悉的错觉 这座矗立在沙漠里的巨型锥体 穿越数千年 出现在眼前 就像一座四十层高的摩天大楼 在古埃及每位法老从登基之日起 即着手为自己修筑灵墓 以求死后超渡为神 法老们相信只要师身不符 三百年后就可以复活在极乐之地 金字塔几乎是一座石心的巨石体 工匠们将这些大石块 沿着金字塔内部的螺旋上升通道 往上托运 然后逐层堆砌而成 十万多个工匠 共用约二十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人类奇迹 这里就是湖浮金字塔林墓的入口 现在往里走 看到的全都是石头 有一点像是在探险的感觉 深一角浅一角的 要不是听到这个喧闹的人声 我还真的有点害怕 这个跟那个红色金字塔里面是一样的窄 算了算了 我看我就到此为止吧 我不上去了 我们就是有人这么说的 就是法老王 盖金字塔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 那个待人 就是面前待人的 就是努力的待人 给他们盖金字塔 但是这个完全不对的 因为这是发现的 盖金字塔的时候 是我们最早的 那个就业的方式的 因为他们盖金字塔 就是洪水的时候 我们古埃及人 都是只能依靠那个中能力 所以洪水的时候 就是根本没有工作失业了 所以他就是最好的方式 帮他们找工作 走在这些空地上 有些时空恍惚 感觉看到几十个运石匠 步履艰难地在湿滑的地面上 拉着沉重的石头 一步一步走向建造工地 沿着主干道 我们走过了一座 又一座的金字塔 在伟大的人类文明面前 我们就如伊利尘埃 微不足道 一百四十多米的高度 即使在今天 放到大部分的城市 都会是这个城市的最高建筑 卡弗拉金字塔与附近 另外两座金字塔不同的是 在金字塔的顶端 仍然保留着不分的石灰岩 至今尚未脱落 非常清晰可见 现在我们把永道就是 从卡弗拉金字塔 往神庙走的一条道 我们就是现在 就是在一个神庙 这个神庙都是哈佛拉 都是盖第二大金字塔的 唯一个给我们留下来的 一个神庙 原来是每一座神庙 每一座金字塔 他们都是盖了两个神庙 就是一个神庙 就是送给太阳神 另外的一个神庙 就是赃礼仪式 给法老王做木兰伊 然后就是六个 其中是唯一个 是给我们保存下来的 就是这个 就是哈佛拉的一个神庙 好的 如果我们看这里的 也会有24个坑 每一个坑原来是放了 一吊箱 一个吊箱 就是法老王的吊箱 然后代表我们的24个小时 然后太阳光 一个是我们会知道 现在是几点 你看这个石头 都是整块整块的柱子 如果你闭上一只眼睛 你发现这所有的柱子 都是在一条线上的 在卡弗拉金字塔东面的 尸身人面像 大概是目的的守护者 在古埃及 法老的权威和力量 常用狮子来代表 百多年前 尸身人面像的瘦身 仍掩盖在沙土之下 1930年才被挖掘出来 可惜的是 人面像成招人为损坏 近距离看 人面像是没有鼻子的 来看一看梦卡拉金字塔 这个比两位前辈的金字塔 都要娇小许多 它的高度只有65米 但它是唯一一个 以花钢岩为底部外观的金字塔 这反映了孟卡拉时代的建筑团队 不断尝试改良金字塔的建筑方法 力求造出更完美 更具突破性的金字塔 在孟卡拉金字塔的北面 有一个大洞 它的出现是因为12世纪时 有一位埃及的舒丹 他对金字塔里面的秘密 非常的好奇 所以凿了一个洞 但最后因过程过于艰难 而被迫放弃 但却让孟卡拉金字塔 留下了破坏的痕迹 本官吉萨平原 溢入眼帘的是三座 耸立于滚滚黄沙上的巨大金字塔 对我们来说 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别无二致 但学者却从他们身上了解到 金字塔建筑技术的传承与演变 有人说 吉萨的三座金字塔的下面 有一座完整的地下城市 街道纵横 连接着地面上所有的金字塔 地下城门只有一种特殊的声音 才能打开 一旦有一天城门被发现 惊人之际将展现在离我面前 埃及有句言语说 人类惧怕时间 而时间惧怕金字塔 金字塔的秘密 还等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去发掘 金字塔的秘密 ac Nikk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